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他朋友如果有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有看到或没看到 帮我们跟在留言区跟老师反映一下 好 如果有看到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在聊天室留言加1 李宗盛目前还没有哦 好 那我重新重新再来切换一次 好的 好 有人刚刚有1 看起来这个出现了一点时差 有了 现在有了 好 好 太好了 好 那很开心呢 今天来到111的深城市AI创新学院 那跟线上的所有伙伴呢 一起来讨论看看说 履历跟面试它种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怎么用AI工具 ChatGPT这件事情 然后来更优化我们的履历 或者是让我们的面试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从容的应对 那开始之前呢 其实我想要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想要问一下大家 我们线上啊 到底是有哪一些的伙伴 好 所以如果您呢 现在还是在大学生 或者是硕士生的呢 帮我打我留言1 那如果您是职场工作者的话呢 就帮我留言2 好 那可能还有一个是3的话 那就是其他 好 那想要来邀请大家 可以帮我留言一下 好 看起来职场工作者很多 好 然后也有一些是大学的同学们 好 像是颜平 好 那还有一些是其他的 好 所以看起来职场工作者是最多的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这样我待会呢会比较知道说 这个一些举例的话 要针对哪一些方向来做加强 好 那讲座开始的时候啊 其实我想要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 过去我们每一个在求职的时候的 丁验 感受 还有体验 好 那回顾起来的时候呢 帮我回想看看 你觉得你做得最好的那一次 你觉得做得最好的那一次 不管是履历还是面试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让那一次的履历被看见 或者是让那一次的面试跟面试官呢 情投意合 所以进到的是这一家企业 好 那这个时候 不晓得你心里面可能想到的是 其他的那几次 就是其他其实常常我们在 求职的时候 其实往往没办法那么那么的顺利 那这也都很正常 因为从疫情之后的这几年啊 那所有的产业 好 所有的需求 整个也都大洗牌 好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导致于我们在求职的时候 其实也受了很多环境的因素给影响 那我觉得啊 大家也不用太灰心 就是这正是一个 我们可以顺应这个时代 然后也学习AI工具 想办法呢 在AI工具还没有就是完完全全的 取代掉很多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先成为能够掌握AI工具的人 那例如说我可以用ChatGPT 然后来优化我的履历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在履历这个环节 就能够脱颖而出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有第二个小调查 第二个小调查呢 是我也会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ChatGPT的了解程度 那我稍微定义一下哦 如果一分的话呢 就是你今天第一次来 然后也是第一次听到 那可能也还没有注册 就是还没有去使用过 这差不多是一分 好 那十分是怎么样子呢 十分就是 哇 你已经有开始使用了 而且多数的时候啊 你没事 可能在工作的一些环节 你常常呢 就都会想到说 要用ChatGPT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 好 我们的Amy是五分 好 Wynn是五分 哇 我们有八分的伙伴了 杏文 GYNN 好 五分好多哦 大家都是一个中庸 OK 好 两三分的也有 好 没关系 那代表说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 好 荣真是四 好 随俊德是三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高手 Thomas 好 然后 哦 我们的昆平说 他已经用一段时间了 然后现在降到二到四这样子 好 那亚真特别分享说 他就是用来做什么事情 好 那大致上看起来呢 其实是二跟三的其实是蛮多的 好 然后七跟八 这一段的好像也特别多 就六七八这一段的也特别多 好 所以其实看得出来啊 就是这也跟我们目前观察 大家用ChatGPT的整体的情况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呢 爱用者或者是 这个创新扩散理论叫做 新技术的狂热者 就是这一群其实是蛮多的 这样 然后同时呢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伙伴呢 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了解 那无论是什么样子呢 都没有关系 至少我们今天呢 都可以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那第一步呢 我们要先从一个 我们是谁 先跟大家开始做分享 好 那我们是查特普拉斯 有人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啊 那又看到有一只鹿在喝饮料 就会想说 嗯 这是一个 奇怪的团队 这是一个推广科技的团队吗 好 那跟大家分享 这个查特其实是Chat的意思 好 就是ChatGPT的Chat 好 那普拉斯呢 其实是我们一个很强调的核心精神 也就是AI工具本身啊 它就真的只是工具而已 我们一定要去普拉斯 plus一个目的 或者是plus一个情境 或者甚至是plus另外一个工具 想办法呢 去改善 综合起来就有办法去改善我们的工作流程 或者是去增添生活的美好 那这一些的话就是查特普拉斯的愿景 那为了要达成这个愿景呢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的在一些地方上面努力 包含说一开始我们成立了这个社群 那其实这个 大家都会称查特普拉斯 叫我们是小鹿 那小鹿呢 目前呢 其实也才两个月 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大 那我们都会在我们的社群上面 其实分享了蛮多有趣啊 或者是实用的这个ChatGPT 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或工作当中 对 那目前呢 有达到 就最近 很最近达到7000人追踪 也是感谢各位各方好友的支持 那目前呢 也是有接到蛮多蛮多的这个培训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也先在这个社群上面 先推出了我们的中文的实战指南 而且我们这一周也即将要推出 GPT4这个版本的扩增版 也就是我们会特别去强调说 第四代跟3.5代 它用起来的差异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应用啊 都用第四代去重新生成过一遍 让大家实际的在翻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 即便你还没有这个购买第四代 也没有关系 你就可以从这个手册当中来体验一下 好 那也很幸运的 就像今天或者是之前也有到亲子天下 就去分享ChatGPT在教学的应用 那另外我们也有跟一些新创企业合作 那最主要是ChatGPT 它其实因为非常擅长这个文本的分析 所以我们也把它应用在就是一些App上面的使用者旅程 那这个对话的内容应该要怎么样子优化 好 那这个是查特普拉斯呢 目前的一些经历 所以这个小路这两个月以来 呈现一只高速公路的一个状态 经历过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任务跟挑战 好 那在这当中呢 在这当中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好 那我是秉萱给自己一个在江湖手跳的名字 叫做利他能 那为什么叫做利他能呢 好 最主要其实是因为 其实我过去呢 好 是医药背景 那利他能它其实是一个过动症的一个药物 那由于自己呢又非常喜欢帮助人 尤其啊 尤其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有一个特质 就是大家很喜欢来找我聊一聊未来要做什么事情 好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觉得 嗯 大家这么喜欢找我聊 我立志要成为一名这个生涯教练 所以就后来毕了业之后啊 然后也慢慢的从医药累积了一点之后 也转换到这个生涯规划领域 去做了蛮多蛮多的学习 那报告说到只有这个团队 然后从很工作很职场的角度去 呃 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职业咨询师 那也在人生设计心理智商所 这从比较心理 从辅导 从资商的角度去学习 怎么样成为一个带领人生来做设计的一个执行师 好 那同时呢也取得亚洲目标培训的执照 那在职场学习的部分啊 其实是我一直以来也都是从事这个教育工作 所以也有到各个大学去分享 呃 我对于学习 或者是我对于生涯应该要怎么样规划 等等的一些想法 那一直到近日啊 也是这个像是一个一种创业 去成立的这个查特普拉斯 好 那这大概是我过往的一些经历 好 那这个一开始 要来先考验大家一下 考验大家一下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个人呢 待会我会用这一个人的名言 这一个人的名言 来跟大家讲这个查特是怎么一回事 好 如果有认识这位这个人的人呢 好 我们的Win动作很快哦 Win说是代理纲 好 那这个通常在课堂上面是这样子 就如果有一个知幽生他已经讲出正确答案 其他人可能就会暂时不想要再回答 好 那也没有关系哦 好 因为接下来这个很有趣很有趣 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建立一个小默契哦 就是ChatGPT啊 他其实蛮不好念的 对 所以待会我们只要一讲到ChatGPT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它简称查特 对对对 那后续大家如果要提问的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查特 好 那这边想要用一个比喻 我们把查特给你人画 那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这个戴力纲主播 戴力纲主播的一句名言 好 那跟他不熟也没关系哦 好 你可以从他的名言来了解他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那后面这句话是我改的 好 就是我们可以把查特呢 理解成他是一个读了非常多书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读了非常非常多资料 非常博学多文的数理 好 那关键就来了哦 这边有分成两段 就是他除了知道非常多事情 可以非常唐真博引以外 你要他去博引一些资料 你要他去抓取一些知识 是需要去像是老板 我们就会像是老板 然后我们请他去做 然后这时候助理呢 查特呢 他就会帮我们做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AI工具本身呢 他自己是没有目的的 那端看呢 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去衍生出了这个 现在在社群上面 好多人都会说的这个叫做涌唱 涌唱的意思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啊 我们下了什么指令给这个AI工具 那这个我们用一种比较诗语 比较美的一个说法呢 就说成了涌唱 好 那其实我们整理出来啊 在涌唱的时候呢 可以先具备一些心法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是尽可能的去提供一些素材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待会在履历应用 或者是面试的时候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 好 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哦 我要写跟查特一起写履历 我要提供他什么素材呢 好 可能是我们的经验嘛 可能是我们的战功嘛 可能是我们已经写好的履历嘛 好 这个就是会是很重要的素材 那你有没有提供素材呢 就很像是 就很像是 你想象查特他如果是一个厨师 如果你没有给他好的食材 他也煮不出好的料理 所以提供素材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是我们作为人类 人类才有目的 所以查特啊 他其实可以在短时间里面 生成好多好多的内容哦 好 那这个是 那时候呢 大家可以想象 就很像是你人走进图书馆 过去呢 你可能要自己去决定说 你要去哪一区 找到哪一本书打开来 但现在呢是 你一走进图书馆 按下这个开门的键 所有的书都到你面前 然后突然都摊开来 只因为你问了一个问题 就很像是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啊 在现在这个世代 最重要最重要要去锻炼的 反而是做选择 然后跟莫忘初衷 或者是我们讲简单一点 应该会是一直都记得自己的核心目标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才更有可能就是让自己发挥主动性 去做出符合自己想要的的那一个选择 好 那最后一个也是 既然同时间会有那么多书在我们面前摊开来 所以这个跟我们过往的经验 跟我们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从这么这么多书当中 我们就可以好好地去感受一下 哎 这个提问 它会不会又让我又促进了哪一些的思考 就好像是啊 我们可以让查特去扮演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的面试官 那我们就可以请查特给我10个 给我20个提问 好好地来激发一下我的思考 让我不断地去回想说 为什么当时我要投这个职位呢 好 所以我方式呢 用一些比喻 还有一些这个求职上面的情境 来跟大家分享啊 其实我们在使用查特的时候 可以先提供它素材 然后基于自己的目的 主动做选择 那基于查特所生成的内容 一定要再去激发我们自己的思考 好 那不晓得在场有没有这个 已经是爸爸妈妈的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说 这个开始用了ChatGPT 这么方便这么快 会不会人类变懒 好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心理法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你不断保持选择 你不断地呢 看到查特的生成内容 你会保持怀疑 甚至你会想要再问他问题 那当我们有保持这个新冠跟习惯 把这个心理法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呢 就可以成为AI时代 最具备竞争力的这个人才了 好 那前面有讲到说 我们在永畅 好 那我们用的一个名词呢 我们叫他 我们叫他诗咒语好了 好 所以我们团队呢 把所有的这个咒语 好 指令分成了四个等级 好 游夏儿上分别就是 跟他进行一些基本的问答 或者是请他做分析 请他做强化 那再往上呢 就是这个生成创意 那生成创意呢 其实跟GPT的一个特点 跟查特的一个特点 是稍微有一点关系的 好 也就是ChatGPT呢 他同样的指令 每一次生成的内容 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你就想说 这个以做科学来说 很不靠谱 但其实反过来说 在一些创意的发想上面 在一些思考的延伸上面 这反而成为了一种优点 好 那 接下来呢 如果要再往上走 我们要怎么样 让查特尽量的趋于稳定呢 那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训练模型 那训练模型呢 也是基于我们前面所说的 如果我们提供给他的素材 大家还记得心法的一开始 我们提供给他的素材 越新鲜 那个食材越新鲜 好 那个食材等级越高 好 那个 如果你提供他很多很多 贾博士的文章 好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 真的好像是变成 那个 AI版贾博士呢 是有机会的 是有可能机会 去接近的 好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训练模型的概念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会 一一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那 基本问答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们就可以请他 去 说明一下说 我一个很想要去了解的一个概念 那通常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求职的时候啊 我们常常会发现 这个输到用时方横少 或者是我们的学系 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 就是直接的对应到说 啊 我就是做数位行销 可能是不一定的 甚至大家都可以来做数位行销 可是大家对于数位行销的了解 往往呢 就会取决于 这个你会不会去通过 那个 在履历的时候就被看到 所以你一定要可以非常的了解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用基本问答 了解一下说 哦 原来数位行销呢 好 跟投 投 广告投放 哦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那接下来第二段呢 广告投放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 好 那第三段他有讲到什么呢 哎 这个数位行销和广告投放啊 跟什么事情很相关呢 哦 所以他在跟你讲 那最后他会给你一个结论 好 那我尝试的带着大家 大家可以从查特的回复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他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可以生成一段 看起来已经是一篇文章的内容 即便我们本来的问题只有 请说明 A跟B的关联是什么 好 所以大家会发现哦 就是 大家在做这个 你做阅读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仔细的去看说 呃 他这种乍看之下 很对 很有道理的这些文章 一定还是会有哪些地方 可能要再去透过 我们的Google 好 或者是去请教前辈 然后来确认我的认知到底是不是对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的话呢 诶 分析强化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呢 去套用一些理论 请查特来分析 所以这个调查一下好了 不晓得这个现场的伙伴呢 好 有没有听过SWOT分析理论 好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打一个Y 如果没有的话呢 帮我打一个N 好 俊说有 可以说有 好 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职场工作者非常多 所以大家多数应该都有听过 好 那我就 这个 大家就可以 那个比较有悟性 对不对 大家就可以 那个 看 直接看到步骤这边 好 也就是 他会说 我们新鲜人在求职的时候呢 要先收集一些消息 接下来才开始去确认我们的优势跟劣势 这是一些内在 那接下来确认一些外部的机会跟威胁 最后才建立目标跟策略之行计划 好 所以这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第二层的时候 可以尝试呢 让查特他去应用一个理论 然后来做到某一种分析 那我这边用到的分析呢 是新鲜人求职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转换成步骤 好 所以转换成步骤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强化 好 那第三层呢 诶 深层创意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适合 用在一些可能 呃 企划工作者啦 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呢 需要去发挥一些灵活度的 好 那这边的话呢 诶我们一样也可以再请查特呢 去运用一些理论 例如六顶思考帽子的理论 好 那先前呢 这个清明祭祖这个才刚过嘛 好 那这个很多人想要清明祭祖 就是非常庄严严肃啊 但是其实清明祭祖 有没有可能可以有一些创意呢 所以我这边就把清明祭祖这个活动 跟六顶思考帽 诶去做一个结合 好 那我们就看到说 哇 客观的角度 它可以告诉我们什么 那情感的角度 然后他说这个呢 是可以促进家庭 加深感情的 好 那大家就可以再仔细的看一看 好 所以大家回去 在使用查特的时候呢 诶 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什么样子 创新创意的一个理论 然后请他去帮你发想什么什么什么 那或许你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啊 那如果被问到这方面类似的问题 诶 你其实你可以很从容不迫 因为你已经有想到一些 甚至是蛮天马行空的 其实查特在深层创意这边 有时候他的随机性确实就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那训练模型呢 其实刚刚不小心这个小小的剧透 就是我上面的这一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有先喂给查特一篇 就是这个贾博斯 然后他在讲他的产品 好 是怎么样子打造出来的 的这个文章 好 所以这个上面这一张呢 就是他先做了摘要 那接下来我给他的这个咒语呢 是用条列的方式 好 然后去萃取出呢 十点的精华 好 所以大家就可以稍微的看看这个精华 好 他说了一些什么 好 包括说 哦 对本来的产品破坏再造 包括说 打败竞争对手 好 那大家可以 这个现场应该有蛮多 说不定也是这个苹果的粉丝 好 就是可以挑选一下 哎 你觉得很有感觉的 很有感觉的 好 那放在心里面看一看 好 因为待会呢 我们会再用这一篇文章 好 再往下去做勇唱 好 你可以看一看说 哪一些你比较认同的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主动选择咯 因为有的时候查特他会不小心这个超义 他会有时候会不小心超义 所以人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后面呢 给他的一个勇唱指令呢 在于说 我请他 我请他去发想说 如果我是一间这个老面馒头 老面馒头店的这个 这个 行销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怎么样就是去发想我的行销贴文 而且呢 我想要用贾博斯的这个精华的十点 这样 好 所以大家就可以再看一下说 哎 他这边也有再提到第二点 好 这个贾博斯 非常注重这个感性的一个设计 但是呢 细节跟品质很重要 好 所以 如果我们选择看了这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触发思考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想想看 我们的老面馒头店 怎么样可以很有细节 怎么样可以很有品质 是不是我们甚至很这个 可以去打造一个顾客呢 从他一进门 然后到这个看到菜单 最后买完馒头 整个的过程 好 都可以让他呢 非常的觉得 哇 这里太棒了 这里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地方 很有品质的一个地方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可以先给查特 例如说 名人的文章 好 或者是名人的思想 或者是你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理论 请他先去学习这个理论 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都让他 用这样子的理论 来跟你对答 所以之前有一些很有趣的玩法 你也可以请他用这个 阿德勒心理学 让他成为一个阿德勒心理学的教练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很多 这个你在职场上面啊 然后跟老板互动的很不开心啊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哇 原来一个阿德勒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 可以获得怎么样子的想法 好 所以以上啊 以上啊就是四种 当我们在做AI勇畅的时候 好 就是确局PT跟他互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的四种形式 那这边呢 也小巧的帮大家解释 整理一下 好 从基本问答 好 到训练模型 那分别呢 会有这一些 好 那我相信 大家用阅读的速度 一定都会比我这样子一一念过 还要再更快速 好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很有趣 这一页也可以当做去激发你的灵感的话呢 也很欢迎你在这个时候 好 稍微做个截图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也喝个水 好 所以啊 有时候你就会看到 哦 原来这个文案 或者是企划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我要下标题这些事情 其实在深层创意这一层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人 已经开始这么应用了 好 那接下来是这样子的 好 前面呢 最主要我们第一段 跟大家分享到说 就是 Chack GPT 我们使用的新法 然后在施咒的时候呢 的四个层级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整个求职的过程上面 好 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问题 一定可以知道 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了吧 就是一开始有问到说 这个过往每一次的求职经验当中 你觉得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是什么 那接下来就是想过来想咯 就是求职的每一个环节里面啊 大家认为 最困难 或者是 你觉得很挑战 常常卡住的那个点 会是什么呢 好 那我们让同 各位伙伴呢 我们用三十秒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好吗 大家可以 想一想 然后我们在聊天室里面回复 好 是摸索的时候吗 好 还是 做各种 好 你看了好多个这个职缺 是 收集职缺的时候吗 好 还是 做出选择的时候吗 好 还是在等待的那些过程呢 哈哈 大家都可以 仔细的想一想 或者是说 其实我发现我在履历的环节 其实都蛮OK的 但是常常到了面试啊 就是没来由的 好紧张哦 就总是担心说 会不会表现不好 好 那我们的昆平说呢 这个如果口才方面有一些担心的话呢 就会比较担心说 哇面试的表现会不会比较没那么好一点 好 好 好这一题确实是比较需要一些时间思考 好 那小胖是分享到说 等待的时候呢 是这个是最痛苦的 因为常常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事情 我们就会感觉到很痛苦 好 所以 凯原说 职能不足 职能不足 好 也就是我看着这个JD上面的这个叙述 我很明显的发现到我自己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偏偏又没有工作 好 那我要先退而求其次吗 好 先去做一个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我可以承认的工作 还是说我应该要花多久的时间 半年 一年的时间 好好的来准备呢 啊 这个选择好难做对不对 好 然后Nikki说 不知道什么工作才是最适合的 对对对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非常普遍的出现在大家的心中 所以我 我心里面的给Nikki一个大大的掌声 因为这件事情要说出来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哦 好 就是大家心里面都会这样子觉得 但是有时候都会不好意思说出来 好 然后Gin是说到说 呃 履历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呈现出自己的亮点 好 所以感觉上 这进入申请 就是面试关卡的机会好像就比较少了一点 好 那大家可以持续的一边想 好 持续的一边想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这个 呃算是 教育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都只有听讲的话 那永远都是这个老师很厉害 这样 但如果大家有愿意 哇 像是坐在电脑前面手机前面 但你也开始愿意思考 哎我的问题点到底是出在哪里 那这样子待会讲座内容的时候 我应该要更把重点放在哪里 哎其实你就会更有意思的去抓到那些 对你来说很有效的东西 那些有效的东西才会是知识嘛 那其他你甚至可以当做一些资讯 补充一下 启发一下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刚呢 刻意停下来 想要让各位伙伴 仔细的来做思考的原因哦 好 那没有错 这个整个这个历程当中啊 整个历程当中 不外乎也就是这两点 怎么样做到履历优化跟面试演练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履历优化 履历优化开始哦 好那今天的这个讲座呢 其实我就是把 其实是综合了 综合了 大家就是在履历啊 求职啊 面试啊 常常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好 然后从前面 然后一直到后面 好这样子总共列了好几个问题 那我们一一来看 可以怎么样来解 好 那很多 其实是因为 我常常呢 遇到一些年轻朋友 好 那年轻朋友呢 就是看到的选择非常多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都是机会 但是要去抓住呢 也都没有把握 好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感觉上每一个好像都有一点兴趣 但实际上要他从事哪一个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哦 接下来是一个 不管是职业迷惘 或者是查特使用上面的一个共通 共通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说 对于我现在这一份工作来说 我的需求是什么 那跟查特互动也是一样 我现在问他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想要知道什么 我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需求一定要说得很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要去描绘出一个场景 好 所以工作也是这样 我可能要去想象一下说 我要在哪个城市工作 我的生活的一天 大概会发生哪一些事情 好 那我大概要有多少的收入 可以过着什么样子 等级的生活 所以这个场景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在跟查特互动的时候 也是一样哦 我们一定要把很多的先决条件 好的情境 跟他描述清楚 他才会更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好 那最后一件事情 跟工作的 工作术所强调的是非常像的 好 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定义说 我们到底做到了哪一些成果 好 那这一点的话呢 在履历上很重要 在跟查特互动上的也很重要 那待会的例子当中呢 大家就会感觉得到了 好 所以啊 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刚刚的这个问题 就是对生涯迷惘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用查特 好 用查特一起来这个优化一下 好 那第一个提供素材呢 好 是 我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哎 假设这个现在是 新鲜人求职 好 那我就可以说 我曾经参加过这三个活动 好 那这个点点点呢 就是大家自己在应用的时候 可以去替换 那因为我们今天职场工作者很多 所以你可能就可以把点点点 换成了你所有做过的工作 好 比如说你做过企划啦 然后做过行销啦 好 然后你甚至也做过行政 那就可以都把它列上去 那描绘场景是这样子的 好 就是你可以去描绘说 我现在想要你帮我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 所以我想要你 从我的经历当中 去找到我的特质跟亮点 好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都可以用一些理论来玩 所以请用职能冰山理论来分析 那去定义成果呢 好 我们就可以请大家 可能我不想要看那么多 请你帮我条列五点 关于我的优势能力在哪里啦 关于我的特质倾向啦 还有合适的职位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 画面呢 转换到查特上面 好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好 那或许有一些朋友 可能还没有买第四版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看 让大家看看第四版 好 第四版会不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好 他开宗名义就说 我现在要用职能冰山理论 来帮你分析咯 好 用表格呈现 没错 他也慢慢的 好 一开始就生成出表格了 好 所以我们来检验一下哦 到底有没有创新创业的能力呢 好 他可能是从创新创业培育句话去抓的 好 有没有行销跟推广的技巧呢 好 可能是从 或许是艺术剂吧 或者是药厂行销 可能都有沾到边 对不对 好 那知识的部分呢 他说到什么 好 药品行业的知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很仔细的去判断哦 例如说药品行业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办法就可以去担任一位行销专员 好 还是说 我再把这个药品行销专员 再把它放到111上面去看一下他的JD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好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也就是 大家还记得吗 查特是能够去触发我们的思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呢 我们不能就是啊 这样子就好了 我们应该要想一想说 哇 原来 原来如果我大学有去参加过这些活动 光是这三个活动 他就可以帮我推论出 可能可以做这么多的往这么多的一些职位 有这些可能性 那我再从中呢 再去做出一些选择 好 所以他列出了五个面向 好 那现场或许可能有熟悉职能冰山理论的朋友 你也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是技能知识动机个性跟自我概念 那确实是蛮接近的嘛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判断说 嗯 这个部分呢 查特表现得蛮好的 好 那他也可以有一点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他提到的个性 好 到底有哪一些是符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了解自己的 还是我们自己嘛 所以我到底有没有负责任跟细心呢 我到底有没有善于沟通跟合作呢 好 这个的话呢 我们要仔细的去想一想 哪一些是或许我真的可以放到履历上面 好 或者是哪一些我真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关键特质 然后去想一想 我这样子的特质好 在不同的职位当中发挥出来的时候 好 效果会是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是一位很细心的这个艺术策划专员 好 那有如果是的话 那我的优势会是什么 所以再去触发更多更多的更仔细的思考 好 那像是查特啊查特啊这个大家常常有时候会觉得哦他讲的好像好像也还好就是这好像都是一些大方向 这时候有一个比较进阶的玩法呢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请他再举例说明或者是提供细节好 所以假设我很好奇就是艺术策划这一点好了 好 那就可以跟他说请给我艺术策划 实际案例说明 告诉我需要什么知识技能特质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啊就是 大家还记得我们本来的状况吗 我们本来的问题是呢 常常会觉得很迷惘 但是大家有看手表吗 或是看时间从刚刚我们开始问查特到现在 或许可能才经过三分钟 但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三分钟里面 本来啊我只知道哦我就参加过这三个活动而已 好一点想法都没有 好但是接下来我透过我的追问 好告诉请他说艺术策划的实际案例到底要做什么 好 然后请他很仔细的去写知识啊 那他就提了很多 好要了解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 展览设计和策展理论 哦 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去连结吗 哎我本来有做过这个艺术级的总招 但我也不见得完全都有这些知识啊 甚至文化政策 哇完全不了解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再去做判断了 好 所以跟查特对话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围探索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判断 哦到底哪一些职位 其实有可能是我可以去追求的 然后哪一些我可能在初步的时候 我就可以先来做一些筛选 好 那这个的话呢 也就提供给大家 所以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 哇技能还有这题的项目 沟通 宣传 好 那特质的部分呢 好 细心跟耐心 创意跟独特视角等等的 好 那查特就让他一边去生成了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 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回去的时候 就把这个素材的部分 改成可能几个 你的经历 好 那请他呢 去找出你的特质亮点 玩玩看 职能 冰山理论 那至于成果的部分呢 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好 请他去 这个提供成果 好 那 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刚刚有一些伙伴 好 也有提到的问题 就是我在履历上面 亮点没有呈现出来 那 亮点没有呈现出来 有可能是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就没有写上去了 所以我把最源头的这个问题给列上来 就是当我们不清楚自己的优势 或者是亮点在哪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好 那一样我们都是厘清需求描绘场景定例成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描述一下啦 给他一些我的背景资料 我是这个气管系大师的学生 好 那如果您是职场工作者 你就可以转换成说 我是工作经验纪念 然后在什么产业 做什么职位 好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者 那我的需求 我的问题点是什么 然后我担心我没有特定的技能 所以很焦虑 好 那描绘场景 接下来场景是这样的 就是我希望我未来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的录取率可以提升 而且呢 我的目标是什么 B2B的业务 好 那请用这个阿德勒4C的理论 然后再给他一个理论框架 接下来第三个呢 这个成果请你一样用表格 好 那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 好 就是很多人在问他问题的时候 常常觉得他的问题没有什么用 是因为呢 这个成果没有定义清楚 如果我们就请他告诉我 你给我一些建议 而且你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样建议 然后你的这些建议要怎么减合 那这样子我就很知道说 当我去做的时候 我到底要怎么样把我的优点 然后我的优势 亮点给呈现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回应到前面 我不知道我的优点 我的亮点 我的优势在哪里的时候啊 好 我们就可以试着试着 来试试看 好 跟查特来对话 我这边呢 一样 好 他一开始先说了 阿德勒的4C理论是什么 看起来跟我了解到的 阿德勒的4C理论 是不太一样的 好 好 那也没有关系哦 或许我们也可以从 这个不一样的4C里面 去看到 哦 说不定还是能够有一些启发的 好 那因为今天不是那个 正式的心理学课程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 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行再去搜寻一下 就是真正的4C 指的是哪4C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表格 看到说 哦 好 如果我要去提升我的优点 好 我的亮点 这时候我在勇气上面呢 他告诉我说 我应该要去参加一些业务竞赛 好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提升 可以提升你的实战经验 好 那要有一些连结啊 connection啊 好 所以要参加一些行业的研讨会 或者是活动 哇 那这时候其实好重要 因为 我本来只是一个大学的学生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 我 如果 完全不知道B2B业务在做什么 我过去都做的是行政职 我说不定跟大学生的状态 可能也差不多 这时候就很 很需要了解看看 提升未来录取率 到底要怎么样具体的行动 行业研讨会 有没有哪一些社群可以参加 好 怎么样让自己有信心呢 我能怎么样帮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 我能不能一个礼拜呢 在linkin上面 好 或者是在111上面 好 然后去看 哦 原来这个B2B的这个职缺 好 那 他 重点都是放了一些什么 这些等等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哦 有没有哪一些校内 好 领导的职位 那这个可能是基于就是前面 有提到说 哦 我是一名大师的学生 好 所以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说 哦 那为什么他做的这些建议呢 好 比如说加入社群 其实就是获得交流的机会 那 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 我们可能会看一些书 或者是我们可能自己在 这个11上面啊 然后爬出一些植物的资料 哎 可能 是懂 非懂 那我不如呢 就直接去到一个社群里面 去跟同行的交流 其实在学履历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有时候我们查到的那些履历啊 可能查不到所谓的 但是你真的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他们用的行话 他们用的缩写是什么 好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履历 有办法去用上这些名词的话 哎 那可能就有机会 让这个 HR 他们在筛选的时候 就是他就看得到说 哦 原来你有用这个词 那你可能比较了解我们 好 所以 这个其实是一个履历上面 一个蛮深的一个概念 但我们一样呢 是透过刚刚的这个涌唱 哎 就有机会从这边 好 加入社群 跟同行交流 哎 去得到了这个想法 哦 那是不是呢 就会从一开始 哦 我完全不知道 我的亮点 我的优势在哪里 那 其实我也偷偷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认为啊 我认为 当我们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亮点 跟优势在哪里的时候 那就不用再担心了 就赶快去采取一些行动 让自己有一些学习 让自己有一些提升 所以大家都非常棒 就是今天 就是参加 今天这样子的讲座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学习 好 所以再回顾一下 好 去描述一下你的需求 你是什么职位 工作今年几年 好 然后给他一个目标 应该说给他 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成果呢 要包含行动 为什么这样建议 还有简合的标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履历的第三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即便呢 我心里面隐约的知道 嗯 我的优势能力呢 可能在于我的简报非常的强 好 然后我的技能呢 是 我有Python的能力 而且啊 我还用过Arduino 好 所以我有这些技能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一个职缺 如果是我很陌生的 我到底要怎么样挑选呢 啊 这也是一个蛮常见的 所以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样来看一看 好 那 敌心需求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在前面 先去提供我们的履历的内容 好 那 就是你可以 可能可以把引号起来啦 然后跟他说 哎 这是我的履历 那请你扮演一位 什么样产业的专业人资 好 那描绘一下场景 好 就是 针对我所投递的这个职位啊 好 这个场景是呢 你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建议 好 那最后要定义成果咯 好 那 请你啊 从我的履历当中 挑三个 你觉得最关键的经历 并且说明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选择 好 那 接下来呢 好 我们就来看一看 好 那我这边 可能来挑选一下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 最有感觉的 好了 好 例如说 我选这个行销企划专案管理 好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这个在我们的1上面 其实上面就有很多像是顾问啊 见诊啊 攻略文章可以看 还有履历范本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上 你只要愿意找 其实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范本 那现在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些范本 放入查特里面 跟他一起演练嘛 对不对 这多棒 对不对 好 所以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 1到4年相关经验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偷偷的把他的履历 给复制起来 好 复制起来 那我在这边编辑一下 好 那因为这个资讯量太大的时候啊 因为GPG4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这边来开一个新的 然后我用3.5 好 他还会打 打关枪 就很高兴收到你的履历 然后我建议呢 针对你申请的职位 进一步调整你的简历 好 那 很神奇的地方是呢 很神奇的地方是呢 我刚刚没有告诉他 经理扮演什么产业 好 然后针对我同地的什么职位 但是呢 他还是开始瞎掰了 好 所以呢 这边我们要来修正一下 修正一下 好 那修正的时候呢 我们也同时一起来看一看 他的这段履历 好 有在外贸协会啊 好 国企班 对不对 好 销售 顾客 沟通谈判 好 跟大家分享 就是 有时候啊 自己看自己的履历都很困难 可是挑别人的缺点很容易 所以 如果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履历上 卡很久的时候 我们就去找很多履历范本 然后去想象自己是面试馆 好 然后我们有很多专业 好 那你去挑说这个人 有什么样子的问题 啊 你就会发现到说 这个 比如说他在讲 常人航空 好 然后这边的一些细节 好像就讲太多了 好像没有这么需要 对不对 没有错 当时的这位履历教练 也是跟他说 本段经浓缩成本来的三分之二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 哇 我们去给别人回馈 去发现别人的盲点 真的都比较容易 这就是人性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 好 所以也跟大家顺道分享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要改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一下这边的这个 键头 好 就可以改了 好 然后刚刚说我想要应征的是 企划嘛 好 然后 娱乐产业好了 娱乐产业 影音娱乐产业这样子 好 他就会重新生成咯 你按一下save 他就重新生成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挑选是什么 他挑选了三个 一个是在外贸 培训中心 国企班 好 那为什么呢 好 因为你有外语能力 国际贸易 好 那这一点呢 在影音产 影音娱乐产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比对说 我 所要去apply的这间影音娱乐公司 他到底有没有全球化服务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一点我们就参考就好了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反过来想 如果我要去的这间影音娱乐公司 他目前还没有国际化能力 那我要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是在履历上面的时候 去凸显这一个点 那也是一个可以仔细去想的一个地方 好 也就是说语言这个能力 他本身绝对不会是扣分的嘛 好 那只是鳄语这个件事情呢 他有没有那么必要 那这就是值得再去思考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他也有提到说 你在海外 好 跨文化移动力 适应力呢 累积许多的经验 好 然后这代表说 你有一些 可以 在压力下 保持冷静啊 果断的处理问题 好 你有发现吗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 好 可是呢 这个查特他会去帮我们延伸 他会去帮我们推论 帮我们补充 他好像发现了一些我们的亮点 大家有发现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嗯 我自己到底是不是 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好 那如果我也这么认为的话 好 那我要怎么样在履历上面 把它写得更清楚一点 好 那讲到写得更清楚一点呢 我在这边稍微停一下 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调查 好 请大家回想一下呢 当你想到这个履历撰写的经典理论的时候呢 好 你会想到什么理论呢 好 提醒大家是四个英文字母的那个理论 好 如果你有想到的话呢 欢迎你在聊天室里面 欢迎你在聊天室里面 有没有一些回应 好 STAR STAR 然后姓之说 SWAT 也是四个英文字 对 没错没错 现学现卖 好 那会不会现场有一些行销伙伴说这个4C啊4P啊 其实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 说不定也是可以 对不对 好 那没有错 我要提的就是这个易少所说的STAR理论 好 STAR理论 大家有发现我今天的讲座啊 已经快要讲完履历这一段完全没有提到STAR理论 好 那为什么呢 好 因为啊 STAR理论它很强调说你的情境 然后提示任务 还有行动 那一些东西啊一定要经过你主观的判断 你要怎么样去描述 最后你做出什么成果 那些东西就是CHATGPT做不到的 好 所以我们真正的观念呢 不是用了CHATGPT之后 这个履历全部都交给他写就好 然后全部都丢给他论识就好 而是我们还是要主动的去想在这个STAR里面 好 那我遇到的情境是什么 那些真实的工作的体悟工作的经验 还是必须由自己来掌控 那CHATGPT能够提供你的就是这些诠释 例如说他看到说你最关键的经历是什么 然后我发现你有这一些的能力 他的诠释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看自己 都会觉得好像不过也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好我们再回到简报 好所以就是你可以提供履历 好然后针对你要投递的职位 请他给你建议 那请他呢也帮你挑选 好并说明你为什么这么挑选 好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好那今天呢很顺利的 我们通过了这个面试关卡 通过了这个履历关卡即将来到面试了 那在面试的时候呢 要来问大家一下 就是请问大家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呢 在求职准备面试的时候 大家认为最关键的前置作业会是什么呢 好 例如说像刚刚昆平有提到一个 我们要先练好口才吗 好还是什么呢 好这边呢也邀请大家 我们可以在聊天室想一想 然后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 还是我们要先去买好一套正装 打理好 或是学一下这个仪态 还是什么呢 哦好 我们的主持人帮我们说 了解自己应征的产业 公司职务 好这是 方法组成一个三角 好 Jasmine说就是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职位 还有公司的这个背景 好太好了太好了 好 然后我觉得小胖的提议也蛮好的 待会我们有时间的话呢 我们在那个交流环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试试看 这样应该会蛮好玩的 好 那其实就是刚刚同学所说的 好刚刚伙伴所说的 就是我们经常啊 对于产业跟职位 其实都缺乏了深度的了解 所以我们在写履历的时候 是对自己不了解 那在面试的时候 往往可能就是对于我们的公司 甚至我们产业的环境 竞争对手有谁 这些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底下呢 很有可能我们就失去了竞争力 好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样来看一看哦 好 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提供 查特 我想要应征的这个职务的描述 好 然后跟他说 哎那你现在扮演的是一位专业的面试官 好 那请你针对动机啊 经验啊 能力啊 好设计一些面试问题 接下来呢 我要给你进行面试演练 好 请你针对我的每一个回复 好 这时候也是又套用一个理论哦 好 定义一下成果 你要用OKR的理论 去给我一些明确的建议 好 所以这边呢 好 我们也再来开一个 好 那我是稍微挑了 就是行销 但这公司就是没有 没有特别什么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一样呢 把这个植物内容的部分 把植物内容的部分 把它框起来 好 然后把它放进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开一个新的好了 因为查特他有记忆性 所以他可能会不小心记到 我上一段跟他的对话 好 好 那他这边一开始说 我会担任你的面试官 好 然后针对你的职位申请的问题 好 提供一些建议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回答好像有一点错 就是把我的问题给理解错了 好 因为他说你申请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啦 然后这个就是O 好 然后建议的OKR 是什么呢 建议你在回答的时候 更明确的表达 对于公司文化的了解程度 好 但我刚刚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可以一段一段的给他 所以我可能可以改一下这边 好 先给他我的第一段就好了 好 然后他会先给我一些初步的回应 接下来呢 好 再给他第二段 请你扮演一位专业的面试官 好 看看他这一次 能不能更加的理解 到底要跟他做什么事情 好 看起来又比较好咯 好 他先把面试问题给设计出来 好 为什么我会对于行销主管 好 感兴趣 然后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公司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嘛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求职 他其实也是双向的 其实我们也要能够说的出说 这么多的 可能行销的职位 你为什么选择我们产业我们公司 好 那你的经验跟能力 要怎么样在这个公司里面 做到一些贡献 好 所以大家有发现到吗 因为这个职务内容 他其实是一个行销主管 好 所以就特别强调说 你要先想得到 要怎么样去做贡献 这个可能跟我们初阶的一些职位 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好 然后 然后相关的行销经验 哪些成果感到自豪 好 那这边我们就会发现到 哎 这边好像就大概 针对求职啊 经验能力 哎 这个有符合我本来的要求 好 但不过他每一个都提供三体 好像有点少 而且 看起来都 蛮大方向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keep in mind 好 想一想待会怎么样来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第三段放上来 好 与我进行面试演练 然后这次我们试着请给我更深入的问题好了 看看他会不会给我们更深入一点的问题 好 看起来有稍微好一点咯 就是 你都怎么样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好 这个可能有关于执行的策略啦 好 然后跟你执行的方案是什么 好 然后这个跟踪其实就是follow的意思啦 好 是他有时候翻译的问题 怎么follow评估你的 这个一场行销的活动 好 然后你怎么follow 你看哪些指标 好 那你又怎么优化 好 你看领先指标还是落后指标 就可以 看得出来说 哦 那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够有深度的行销人员 好 那他有提到说 哎 关于你的回答呢 可以给你一些基于OKR理论的建议 好 那 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把它跳过 好 然后就是 接下来就说 请开始 第一题 好 看起来呢 他还是不小心理解错的意思 好 他直接帮我回答了 好 那这时候也没关系 我们可能可以跟他说 只要包含问题就好 我会回答 那这时候想一想 哦 我们是怎么样了解客户需求 以及市场趋势的呢 好 我们有合作的 试调公司 那 也会 用这个 swart理论 定题 分析 好 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哎 他这边就在建议了我们说可以用OKR理论的目标设定 好 然后将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转化为明确的目标和关键成果 好 那没有关系 虽然我本来呢 是请他用OKR理论给我一些针对这个面试本身的一些建议 好 但他呢 直接也针对了这个回复 然后就说到说 其实啊 你的了解客户需求 还有市场趋势这件事情 也可以去用到OKR 好 那例如说他这边也去提到说 哎 你应该可以去定出一些量化的数据 好 所以呢 哎 其实也是蛮有学习到的 好 然后OKR理论的限制因素 然后还有OKR理论当中的回馈机制 好 所以有了目标以外呢 还是要定期的去回头去看 然后回头去检核 看看怎么样优化跟调整 其实这也是目标管理当中很重要的嘛 就是不能只有把目标定出来 好 所以哎 那其实这个概念对于行销主管来说 可能也是蛮 其实这真的非常重要的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段始作当中 好 可以去体会到的 好 就是我们先把植物描述提供给他 请他扮演专业的面试官 好 然后在面试演练的时候呢 好 就针对我的回复 那最后面这一段 到底要不要用什么理论 给我明确的建议呢 好 大家或许可以不用 你甚至也可以替换成说就是 给我明确的行动方案 然后跟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等的 好 那因为这面试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自己跟自己 实在是太难演练 短时间也找不太到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跟查特 好 给他一些指令的方式 然后让他呢 给我们一些更细节的一些建议 好 那 这来到了今天准备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例子了 好 也就是我们常常呢 没有办法精准的去展开求职的计划 好 那这个呢 可能也普遍出现在就是 我有很多的这个选择 可能兴趣比较广泛啦 或者是说呢 其实你同时具备蛮多能力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也可以 就是比较一个通才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好 那一样哦 好一样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其实这个情境 我选择到的是 我就刚好缺乏那个能力 所以如果我是缺乏程式语言的能力 好 这个技能 但是呢 我却想要转职为 前任晚业工程师 好 那描绘的场景 我目标一年内想要转职到一间新创公司 好 那最后呢 我的成果 要包含到量化 直化 等等的这一些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查特会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建议 好 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 这个展开精准的计划 有可能是能力很多 也有可能是关键的能力 你刚好缺乏 好 这边选到的例子是 关键的能力 你刚好缺乏的话 好 那一样哦 我们再来开一个新的好了 好 哇 他这次跑得特别快 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他可能 城市语言的资料特别多 好 然后 他有提到 诶 量化的指标 你应该要在一年内完成什么 好 完成三个 五次 好 五十份 哇 非常的多 五十份前端工作的申请 好 那不晓得会不会有伙伴跟我一样 比较可能 没办法看简体字看那么快 没关系 好 把它翻译一下 好 好 他今天不太听话哦 他今天没有翻译成中文 那个繁体中文 好也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直化成果 好 你可以完成一个个人的网站 好 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开源项目当中去就是有一些贡献 好 那你要建立起一个可以获得同行跟前配支持的前端开发社群 好 那经验可能可以有哪一些呢 好 跟开发人员联系啊 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 好 这些语言 对不对 这些技能 常常都是前端常见的 好 然后人脉 好 你可以怎么做 好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或许我们本来在展开这个求职计划的时候没有办法马上就是我们可能都要看好多篇文章或者是能问好多人或者是看好多这个经验分享的影片才有办法去统整出这边的1234567点的这些行动 但如果我们指令下的好啊 其实我们就可以马上知道说原来量化的我可以做这些实化的我可以把这些成果当目标我要累积这些经验那成为一个前端工程师之前这些能力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可以在基于这个基础底下再来更往下问 例如说可能接下来我假设我自己其实也是完全不懂前端程式语言我就可以问他说在第四点里面的学习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好那这个其实就非常适合用在于说就是我真的是完完全全跨领域要转到这个职位那这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其实会有蛮大的一个困扰是我到底一开始要做哪一些事情 好那除了他文章以外我们或许也可以去用查特让他去调动他的资料库给我们一些新的想法然后再跟我们去查到的文章来做比对 那这或许就可以大大的去优化我们在跨预转值的时候的前面的那个无效的摸索 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例子好当我们跨预转值的时候呢好可以用量化指标 直化经验技能知识人脉思维等等品查特来帮我们打造行动计划 好那最后呢有几个重要的小提醒哦好也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些AI工具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描述说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好然后呢我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最后想要达成什么目标那成果要说清楚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家还记得主动选择这件事情吗就我们要针对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根本就还不了解的细节请他举个例子啦或者是请他用换一个方式来说明 请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解 好那第三点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真实的经验或者是涉及到专业伦理啊 其实查特还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告诉你好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知道一个法医他的工作当中困难的地方会是什么 哇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可能很难从查特身上得到比较精准的答案 所以这方面跟伦理有关或是跟那个经验可能太少人太特殊了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多方求证然后咨询专家 好那综合以上呢好过去我们都说这个尽性输不如无输 那这个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就会变成尽性AI不如没有AI 好那最后呢这句话送给大家就我一直都这么相信啦 就是没有最完美的履历 但只有更用心的你去把这个有效的工具呢给他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 好那现在呢大家都拥有这么多的这个AI工具 或者是说呢像我们今天开头跟结尾的这个图 也都是用这个深层式AI的绘图工具去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呢都有非常多很有效的方式 好可以去大幅的大幅的去减低 好大幅的去减低我们这个深层文案呢 或是深层这个图片好的时间 好所以我相信呢大家也可以开始呢去做这些摸索 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 好那大家呢好大家呢好待会如果可以的话呢 或许你可以分享一下好你在今天好学习查特的心得 你可以在这个待会会提供大家回馈表单 我很欢迎大家可以在回馈表单里面呢 好回馈表单里面帮我们分享 那或是你现在马上就有想法 你也可以打在聊天室里面 好那最后一个是这个 就是如果你现在可能刚好手边有手机的话呢 欢迎你就是可以扫描一下 扫描一下我们的QR Code我们的粉专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也会推出手册 所以大家就可以持续的追踪我们 好好谢谢秉轩精彩的讲解 小帮手请帮我们在那个Facebook上搜寻到查特普拉斯的网页 然后帮我们直接分享在这个我们的讯息区 好让我们线上的朋友能够比较方便点击连结 好就是如果不是用手机可以扫描的话 我们用点击的也可以过去 好非常感谢已经有朋友直接帮我们复制上来了 非常感谢好的谢谢我们今天查特普拉斯精彩的这个说明 因为其实今天这一场次包括不管是履历 还是面试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一一人力银行平常在做顾问服务 平常在帮助我们的使用者求职者 他们很多痛点的时候 能够去提供他们一些想法 提供他们一些工具 那我们看到今天 宇宙帮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演示 我们真的觉得太棒了 因为其实刚刚很多的这个演示过程中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跟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源做交互的运用 比如说在一一人力银行的官网上面 我们有那职类的词典 你对于质押还一片茫然的时候 可以先从这个地方 先做一些资讯的收集 比如说我要找哪一个职务 我要找这个职务到底要做什么呢 好像刚刚秉萱在做的一些 不管是履历的演练 履历的撰写面试的演练等等 其实你都还是要有些基础 你才能够让ChatGPT去帮助你更多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跟我们现有资源完全可以交互为用 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容 非常感谢敏萱给我们的一个分享 好 那么今天的一个提问其实也十分的踊跃 我们现在就要跟老师来进行一个QA讨论的流程 那么接下来请小帮手帮我们把这个slido的画面给分享出来 我稍微也已经看了一下 今天在slido上面提问的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平常不是AI的讲座 是一般直牙讲座 直牙讲座中很多时候会问到的问题 但是现在能够提供各位朋友帮助的 不再只是我们这些直牙专家顾问了 也包括了ChatGPT等等AI的一个引擎 所以我们今天把AI当成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就可以让你的直牙更有机会发光发热 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题好了 小帮手我们的画面好像还没有看到 我先用口述的方式跟大家来做说明 目前我们最高的问题是 如果是针对中年转职 有建议如何使用AI来强化自己的履历 好 因为今天刚好问的也是直牙相关的问题 所以就也容我这边班能弄斧 毕竟我们一一人力银行其实也是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专业 我就跟秉轩这边来互相搭配 我先讲这一题如果不考虑AI的话 我们会怎么回答 如果是针对中年转职 其实我们知道在职场上常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或者是一个都市传说 说你超过了某个年龄之后 你要去面试可能会比较难 因为第一个你可能已经不是新鲜的干的 没有那么耐操了 第二个你可能要求的薪水会比较高了 第三个你学习的速度变慢了等等 这些都是年龄在职场上会带给你的劣势 但是劣势如果没有办法在刻板印象上 先去预先消除对方的一个既定印象的话 你就要在你优势的地方更加去琢磨 你如果是中年转职 你的优势会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会是你的经验 你的经验 你的社会历练 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是初出茅庐的新鲜人们 所没有办法比拟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AI去帮我们做到这样子的 去稍微不能说掩盖或者是隐藏 应该是说修饰自己的缺点 但是能够把我们的优点更大范围 更明显的凸显出来 我来请教鼎磚 AI可以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延续凯元来补充一下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转职还是要先看目标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的这个目标的职位里面 可能啊 我说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职务完全用不到任何AI工具的话 这样 那其实我们也很有可能不一定要用AI来强化我们的履历 其实陈杰凯元所说的就是在中年转职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最强大的一定会是我们可能多年在某一个产业 或者是多年在某一个职务上面的那个积累 那那一些积累啊 其实一定很有机会去形成一些洞见 或者是说 其实对于比较资深的工作者来说 其实在履历上面可能就可以去 比如说去加上一些这个视觉上面的辅助 然后让这些这个可能人资他们可以去看到 就是你可能跟他们讲说 我的作品集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去看这样 这样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哦那因为你过往有这样子的成绩跟这些战功 所以我可以去信任你 就是说哎即便可能这个年纪稍长 但是呢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又有领导人相关的经验 这样好 那回到回到这个问题啊 就说哎那如果特别是指中年转职 好然后非常想要用AI来强化自己的履历的话 那我觉得有一个做法可以试试看 就是因为刚刚也提到经历一定是特别特别多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非常广泛的把握所有的经历 不管做得很做得久或者是做得短没有关系 就是我全部呢都给他 但是我标注的很清楚说我每一个都做多久 好然后我也可能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就先去描述一下说我在每一个阶段 然后我曾经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采取过什么样的行动做到什么样的成果 都把它写清楚 然后一样呢让AI 好让ChatGPT来判断一下说我的亮点在于哪里 我觉得这个应用呢刚刚那个讲座当中有用过类似的 对那我觉得一样是蛮推荐这一个的 是好谢谢秉轩 那我这边也再多补充一点 就是说其实毕竟我已经是符合中年转职这个问题的目标DA了 那其实很多人在中年转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他其实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 但是因为这个工作对他来讲已经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已经没有已经失去了把这个工作哪里厉害 或者说他从这个经验中获得了哪一些可以应用的这个技能专业等等 他明明讲不出来 那这是重点转职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既然讲的是转职 所以我预设有可能是你要往一个你现在所不熟悉 或者是完全崭新的一个领域去做发展 所以刚刚这两个痛点其实都可以靠AI帮忙 包括说你对于新领域不认识的部分 其实刚刚炳轩在课堂上已经有示范过了 我们怎么去了解一个职位可能会需要的能力 然后你如果再不了解自己的部分 其实有的时候AI可能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 就像炳轩刚刚说的把你的履历把你的经验 分享给ChatGPT 他会帮你去分享 他会告诉你说依照你的经验 你可能在哪些领域具有优势 然后再去问他说这样的优势对应到我所要去印证的新的职类 可能有哪些派得上用场的地方 这样子你可能就可以找得出来 你在AI上面可以怎么样 不是在AI上面 在履历上面可以去凸显哪些适合的亮点 好的我们进行到第二题 我们可以请AI帮忙诊断 凯元凯元 还是 不好意思我刚刚特别想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对于这一条 我看到你有举手 对对对对特别的有一些想法 就是在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转职 那我们想到的都是求职 但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介于就是可能35往上走的这一个阶段啊 其实都可以再去思考的事情是求职好像就是我们去就是受雇 我们可能很直觉的想到是这个样子 但其实如果是在一个产业拥有丰富的经验的话 其实这个所谓的职务形态它有可能可以是 例如说我就帮我的对像是小胖说的 我可能就是成为一个企业家 好我就做一个中小型的创业 或者是说我去提西后进 那我在我成为一个例如说这个产业好的顾问 那甚至我可以去服务很多很多个地方 这样子或者是说其实我过往也听过一些经历是 也有一些这个前辈他们是往就是一些社团 社团活动去走的 对对对就好像是这个符伦社啊或是等等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那些地方 然后去串结去做一些不一样的社会性的一些事情 嗯对 好非常谢谢秉萱的补充 那我们就来到第二题咯 请A帮忙诊断自己的履历面试某个职位是不是合格呢 好这个部分其实秉萱这边应该有一些建议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昨天呃在影像指导师的课程上 其实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啊 就是说呃他是用一个左右互博的一个外挂 让我们其实两个CHPT可以互相的去去做交互的对问 然后也可以帮忙做评分 只是这个评分的这个标准要在能够同一个水位上的话 可能要稍微做些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断可能跟这个评分的这个逻辑有点类似哦 那不知道秉萱啊 如果你要请AI帮忙诊断自己的履历 合格对于某个职位来说的话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 除了刚刚讲的之外以外的建议 嗯好啊好啊 其实我看待这位朋友所问的问题啊 我在猜想之所以会想要问 啊AI可不可以帮我诊断我是不是合格 那他背后在意的应该是应该是AI帮我看了我的履历之后 有没有办法让我的履历就是再再修整再加分 所以东级的目标都是希望有一份更好的履历 嗯好那我们现在基于这个就是希望有一份更好的履历的这个情况底下来看啊 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个点可能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掌控的 也就是说嗯我们所要求职的那个那间公司 他会不会也用AI的方式来塞履历这个老实说是不确定的 就是这个可能要有一定规模的这企业 他才可能才有这相关的一些资讯系统 然后可以可以这么做这样 那所以那个变数会存在于那边这样子 但我们这边就是一样一样的观点就是如果我 比如说我用ChatGPT然后就是给他训练先给他一些资料 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什么产业的人资他可能会怎么看 这样然后请他帮我的履历来做评分 我觉得一定会得到分数 但这个分数他到底有没有代表性呢 就是老实说真的不太好说 一个原因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那间企业他不见得也用AI来做诊断这样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你如果目标都是获得更好的履历的话 就还是要就是多方的比对 好例如说你可能找到曾经做过这个职位的前辈 好可能看一下好然后或者是说你找到专业的人资人员 他可能不是直接不是你求职目标的竞争对手什么的 反正没有厉害关系就对了请他看一下好 或者是说现在也有蛮多就是这种呃 呃制压咨询啊制压教练 诶可能也可以请这这几种人员都帮你看一看 对一定要有综合的比较 没错没错那刚刚其实有提到秉萱的结论中间很重要一个概念是 尽兴AI不如不要AI啊对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还是提醒大家 我看我们蛮多问题都有在问说 AI如何帮我这个如何帮我那个这个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的课堂或者甚至说我们一整系列的讲座 我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核心价值就是AI怎么帮助我们 它是加分的概念 但是它不是取代的概念 所以其实不能够说因为AI出来了 所以某一件事情我就完全的荒废掉 就交给AI了 是特别是在我们求职上很多事情还是很凭借很细腻的这个人的一个经验 在仰赖这个部分去做判断 所以其实秉萱刚刚的整堂课程也都帮我们讲的事情是 我们怎么在这些基础之上去透过AI 帮我们找到我们的盲点或者是去拓展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的这个地方的视野 所以其实各位在应用上还是要把握这个尽性AI不如不要AI的这个结论 好那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其实它蛮现实的 就是画面上第二个问题 那是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这个作品我同时我可以把它替换成没有讲的出口的经历等等 这个就简单了就是料不够的时候该怎么办 那AI这个可以帮我们加分吗 我想AI当然不能无中生有 虽然ChatGPT是真的会 会唬烂 真的会有幻想的结果出来的 但是那个当然不能够拿来当成我们求职履历的一环 但是你以你现有的东西 我们能够透过AI帮你做认识和加分这个是做得到的 我们请秉坚分享 嗯好啊好啊 其实在这个思考这个问题的背后啊 就是如果我们单看表面好了 就是可以啊就是一定可以 对因为它它会去推论 然后会去诠释会去延伸这样子 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有有意义吗 嗯就也就是说倘若我今天可以在认识 履历上面觉得非常的漂亮 但我进入到了面试 然后这个面试官就问到说 哦我看你在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那你担任这个社群小编 哇那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成绩其实是蛮不错 你要不要说一说啊你当时是有没有 其实中心有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那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那你当时怎么想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就会真的说怎么办 OK所以这个我们我们在推广就是AI工具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 你要先把自己给准备好 你才会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去做一些提问 然后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一些更多更多的一些触发跟灵感 这样所以如果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比较现实的回答这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开始尝试做出第一个 即便他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啊我什么都没有 没有关系就是要做出第一个 这样子 因为不管是任何的一个工作 他都都是在解决某一个问题 或者是很多个问题 那没有作品就是你没有解决过问题 那还是得需要 还是得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证明 会让你比较站得住脚 确实 那 对 大概是这样 是 我们人力银行业者 我们所谓的职业专家 在做职业辅导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一贯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你本人去凸显你自己 已经具有的优点 去把你的缺点 我们不要说掩饰 但是我们能够把它画阻力为助力 但是绝对没有办法 从本职直接去改变你这个人 让你拥有无中生有的技能或者是精力 那样子的欺骗在职场上是并不恰当的 那AI跟这样的真人的职业顾问 其实是同样的道理 那请大家支持 还是秉萱刚刚的勉励 如果你没有拿出出手的作品 赶快去累积第一个出来 好 下一位朋友的提问 我觉得蛮适合你们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除了查特普拉斯的团队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报学历的教育协会 其实非常能够贴近高中生的一个学习需求 教他们自主学习 所以这边提问他用的是 如果高中上过的课程 可以问到适合的科系吗 这好像是一个来自高中生 叫选大学校系的这个提问 那我们用AI可不可以协助选系 这逻辑跟人找工作和学生找科系 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那邸轩这边有没有什么下条件的这个建议 嗯太好了 我刚刚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马上有一个延伸的想法 也是可以邀请就是现场所有已经在工作的伙伴想一想 就是我们当年在面对大学科系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没有现在这个世代这么大的一个烦恼 因为可能当年的这个资讯没有获得这么快 然后流通就是看到了 看得到的选择其实没有那么多 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眼前有什么路 然后我们觉得OK 然后就上路这样 那我特别想要用这个情境 来也跟现在就是是高中的 或是是在大学的朋友们说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先上路 然后再慢慢的调整 有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要学习的 也就是我实在是被太多人问说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最适合的科系 那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背后延伸的是 我要怎么样才不会选错科系 如果反过来讲是这样子 但如果我们没有具备一个就是随时可以调整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用跨域学习的能力 然后去做转换 如果没有这个思维的话 那永远都不会有那个很适合的科系 这样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这个适合的科系啊 最适合的科系就跟 就跟这个鬼一样 很多人相信 但是很少人遇到 对好 那我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我还是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用CHATGP来下条件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就是所有 你曾经做起来 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好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兴趣 那或者是说 你做起来很轻松 但是别人却觉得你很厉害 那可能是能力 这些事情 然后跟你 回顾一下生命当中 好 有没有哪一些时刻 你就觉得 你有一些点你特别在意 那个可能就是你的价值观 所以兴趣能力跟价值观的 这所有的事件 如果你都喂给他的话 我觉得一定有机会可以去更接近 所谓适合你现在这个当下这个人的科系 好我的回应是这样 好谢谢秉萱 不管是学校或是科系 你今天用高中上过的课程 高中上过的课程是不是了解一个高中生的条件或者是背景最好的指标呢 我觉得不一定了 因为你上过的课不一定是你拿到很好成绩的课 也不见得是你很有兴趣的课 所以其实你上过的课程 跟你能够在这些课程中获得很多的成就感 或者是得到很好的成绩是你的专长 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还是要想办法 如果你希望AI能够告诉你你最适合的科系 你还是要像秉萱刚刚说的 用各种方式去让AI更了解你 不管是你已曾经经历过的 你现在这个人的条件以及你对未来的期待 好 然后我下一个题目的字有点多 我看一下 很有礼貌的说的声 老师好 对于准备进入职场的新生人来说 已经有了明确方向 也有属意的公司 是设计产业的知名公司 大学时期的作品很多 但怎么准备才会受到主考官的青睐呢 就是一个关于作品集的问题 然后那在作品集的准备过程中 有没有办法让查特帮忙 这是个好问题 作品集听起来是 它可能已经不是纯粹的语言生成了 好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TrackGPT还是一个语言生成的模型 但是那我们怎么样用语言生成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去整理我们的作品集 这个部分 李萱有没有什么心得 嗯 那我一样呼应一下 就是 以现在大家可以使用的TrackGPT来说 确实就是只有语言的功能 是大家可以使用的 那图片 GPT4它读得懂 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开放给所有人 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可以使用 所以说 如果这位伙伴 您的这个作品集 确实就是可能影像的话 对 因为你提到是设计嘛 那我这边猜测 可能是影像或是一些平面的 对 那确实没有办法 那没有办法让查特 直接可能可以看得懂 可以有办法欣赏你的作品 这样 那我觉得 初步回答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你有提到说 这是一间知名的公司 这样 所以 应该也有他们的一些 就是例如说 很知名的这些可能设计师前辈 这样 然后我觉得去好好的了解 观摩他们的一些作品 然后 因为 或许这间公司 虽然真的可能非常的大 但是 这些前辈里面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都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这样 因为我们常说就是 学习最好的第一步 可能会是从这个模仿开始 这样 那 这个意思虽然不是说 要把你的作品集 模仿的跟他们一模一样 但有一个好处 就是 假设我们的作品集 真的获得青睐了 那你进到 可能面试阶段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是展现出 就是你已经有这个充分的准备 因为你看过这 我们这间公司 然后很多前辈的这些 作品 然后你有办法评鉴 你有办法分 赏息 然后去说出他们的一些特点 什么的 这样 然后你也可以说出说 那或许我们公司的接案方向 可能是这样 我发现 其实可能还有哪些地方 这个部分可能是我比较擅长 但我们过去的这些 接案的时候 好像比较没有往这个方向去做 对 一样还是要保留一些 自己的一些特有的想法 对 那 我自己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有一个回馈想要给这位伙伴 就是 这位伙伴有 比较多的这个 虽然 然后 但 虽然 但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是对自己 要求比较高的一个人 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优点 但有的时候会不小心阻碍了自己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也可以找很多的 就是可能你是设计科系 那就是身旁的一些学章界 好 然后就是更用比较客观的方式 然后来给你一些建议 因为如果你真的刚好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话 或许你可能常常会觉得就是可能这么还一直都还不够 这样所以获得客观的意见回馈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米萱 好 因为其实时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的问题其实还很多 不过必须说我们后面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有的可能太过笼统了 就是比如说 请问怎么样让AI优化我的履历 这个其实问题很太大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问题再做收敛一点 另外有的则是 其实我们今天毕竟是生成士AI创新学院的课程 我们还是希望的跟AI有一点相关 如果是纯粹在求职或履历相关的问题的话 还是请上111人力银行 我们这边有职丫讲师来协助你 那我们在底下我们挑最后两个 跟AI比较相关的问题来问好了好吗 好那其中一个是 OK我看一下 目前在比较上面的是 是在诠释经历的部分有让查特帮忙生成一些内容 请问怎么去提供查特哪些资讯来有助于生成更正确 也更具竞争力的经历和内容呢 好小房手稍微往上卷一点 这是刚才上面那个问题的下一个 好因为目前有一些新的问题涌进来 这个顺序可能有点跑掉 好 小房手有一个在37分钟前提问问题的比较早的 请往上 好我确认一下这个我刚刚记忆对不对 就是要再去输入一些什么 然后可以让查特去生成更正确更具竞争力的经历内容 对 那我觉得它其实回归到那个 求职的核心就是求职的核心是对的位置找到对的人 所以对的位置是你要给他大量的就是比如说 一一一就是人力银行上面查得到的职务叙述 然后可能你可以再加上一个曾经做过这个位置的人 你想办法去找到他就对了 然后跟他做一个访谈 好 那那个访谈可能就会包含你的一天在做什么 你觉得最主要的核心能力有什么 好 做这个能力要什么特质 好 做这个位置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你都怎么克服 好 你第一年的时候做了哪些事情 三年有什么计划 反正你就跟面试官一样 把面试官问你的问题全部问这个人问一遍 好 那你得到的这个资料就会非常的强 就是关于这个位置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呢 针对自己的经历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除了把自己的经历条列出来以外 每一段里面刚刚大家还记得那个STAR 就是你的情境 好 有哪些任务 采取哪些行动 最后做出哪一些成果 如果你也都用这样子的叙述逻辑的架构 好 把它给架构出来 好 然后分别的 好两段 你给他位置的 你给他自己的 然后最后 请他去match 就是请他去match出一个 最符合的 最适合的这个 经历 好那这时候呢 我想一定可以更正确 然后更去竞争力 好的 谢谢你 那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 好 因为今天问题真的是蛮多的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 我先口述 我们等一下画面再卷动过去 他是提到说 如果 查特算是一个AI的科技产物 请问查特他所熟悉的产业会不会 比较有一个bias 比较他是有限定的 比如说 在科技跟资讯的部分比较熟悉 或是文化设计这些就比较不熟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会不会说 在每一个产业的求职者 能够获得查特的帮助 有一些不均等的状态 好 那很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会不会不同的产业 然后他了解程度不同 有可能 而且极度有可能 对 然后 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是如果你一样想要在 就是查特上面 一样去继续去进行的话 或许你可以改用英文搜寻看看 嗯 那只是换句话说 那你所获得的这些产业资讯 其实也有可能会是就是国外的 对 那这时候就看你的需求 就是看你所要申请的那间公司 他们会不会有海外市场 或是他是不是一件外商 好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就是 呃 假设像这位朋友说的 我只是假设而已 就是假设查特真的对于文化设计 医药产业 比较不熟 好 那我这时候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比较能够帮助到 就是想要了解这些产业的 这个求职者呢 那那我这边的建议 一样还是老方法 就是 嗯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 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会可能 欸 就是觉得这个新的东西一定比较好 这样 但但其实我们 千万也不能 不能忘了我们旧有的很大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Google上面 找到一个可以相信的文章 好他可能从事过文化 他可能从事过设计 这样子 对 或者是说我们人 其实最初就是不用社群 但是后来有了社群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互助嘛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透过自己 结交在社群里面 然后结交人脉能力 然后去问到 就是最真实的经验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还是能够去做的 就是即便是AI时代 我们这些很 关于人 建立关系 体察情绪 这些能力还是重要 而如果你这个东西好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担心 求职的时候 这个 网路啊 或是AI啊 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你会失去优势 好 谢谢秉轩 那因为很可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目前 没有办法把每一个问题 都在这上面做一个讨论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补救方案 包括说 请加入我们现在画面上这个群组 或者是填写我们上面 这个QR Code的回馈单 秉轩刚刚也提醒了 大家对于查德普拉斯 今天的讲解内容 或是你有什么想要许愿他们 来做更多分享的 都可以在我们回馈单上做说明 有什么建议 还有今天的感想 也都可以在这边填写 那更重要的是 能够进讨论群组 让我们持续的进行互动 有问题随时请教 这也是对大家的帮助 可以延续下去